祝兆良给您带来一个水鲁的名单叫做武松 神龙套杀新闻令 掌声有请祝兰 武松上京济开 回到家里头 发现自己的哥哥 武德郎死了 死得很蹊跷 武渡头明察暗访 到最后知道 自己的大哥 是被人合作害死 写了一张状纸 成帝到县衙 没想到 现在老爷不准武松的状 没办法 武渡头之后的家路 是私设公堂 在武松的威迫之下 忙活潘 潘金莲是巨兜招任旁边有人坐着笔录 这会儿 武松 劈胸一把 把潘金莲被博脸就被耗住了 抬腿一伸手蹭 有打炫耀的里头 动出一把牛耳尖刀 踏到潘金莲的杜甲 把潘金莲之内网上的密货 还过阴风大邪茬 开一旁 破肚 武松 两只大手伸到金莲的杜甲之内 把这五脏六腑全都透过来 放在了供桌之上 然后 手起刀过 踏实一声 把潘金莲人头砍下 事先准备好了一个包裹瓶 把这人头 往包裹上一放 这两个点一撑 记在一处 这两个点一撑 往腰筋一肥 身外后 斜插单刀 外边闪一呸 英雄场 英雄迈着大路 出了家门 到狮子楼 去找西门庆寻仇 武松 进到狮子楼 刚一进到里头 变小儿抬头一看 哟 五肚头 为什么这么热想 说武松那伙是 肚头老爷 这肚头是个什么官职 哥现在话说 这武松呢 就是当时 阳武县公安局 刑侦队的大队长 那小二哥 他不认识吗 武松一白手 二哥 一轻生性 我来问你 今天西门庆来了 您的新大观人 来啦 楼上 三号 亚洲包店 请一个山西的客商 来这吃饭 带两个保镖 还叫两个粉头喝地 武松一听怎么的 现在新闻庆出来 还带着达着 带着保镖 不用说今天 你带两个保镖 你就是带十个 我也照样得杀 于是武松 来到楼梯口 游打一层 上到二层 您来一趟不容颜 咱们说起来 惊艳的说 实际上这里 可有很多的魅力 你要听南方平话 决定老前辈 叫王少昂 说武松说得最好 说武松十个楼 斗杀西门庆 武松来到楼梯口 游打这个一楼 上二楼 上楼梯的那过头 就说了仨人走 咱们给他明练 在这个过程当中 武松 把外出的英雄场 可就拖了 弹着到旁边的 扶手上 包子皮解开了 手里提着人头 在身后一背 这只手提着单刀 单刀在前 人头在后 武松往上走 这个楼梯啊 现在老的这个楼里头 还有这样的楼梯 是两折 到中间一半位置 打一拨 上着还有一半 武松已经走到上 那一半了 底下 上了一人 谁呢 是个楼的一个小伙计 头里头 脱了一盘子 盘子上了一楼菜 叫干扎鱼 武松这个人头 背在身背后 这人头是刚杀的 顺着脖箱子 哒哒哒哒哒 往下掉血 顺着楼梯板的缝 可就掉过这小二的脑袋上 小二登登登往上走 冷下雨了 哟 一瞅是红的 抬头的鼻看 大笑一声 不敢 掉过身躯 登登往下走 抬上三个台阶了 脚底一半 顺通一声 睡到在那里 这盘子也碎了 干扎鱼也飞了 对面就是兰桂 掌柜子正写大了 哎 干什么你不 慌张张张的 哈哈哈哈 兰桂 吴肚老子 到里头 哪个人脑的 人脑的 你看清楚 这写 我告诉你啊 这酒当没看见 酒当没看见 我估计 咱们这酒楼 重新装修 再说武松 上到二层 一二三 三个号 养他做包经 武渡头侧过身形 网里头这么一瞧 这屋子里头 当中间 放了一个包心桌子 桌子边上 有几个人 这几个人 武松可不知道 哪一个是西门庆 书中交代 在这包心桌子后 坐在一个位置 正对着武松的 这人就是西门庆 这西门庆 今年 有二十七岁 长得身材瘦长 五官清秀 有几本人才 但是脸色辣黄 为什么那西门庆 好色滩花呀 内里的元气 都快被酒色给投空了 简单说 这西门庆就是一个四郎 而被说了一书 我也查了一下词典 这四郎是什么意思 这个现在汉语词典里头 这个色郎这个词的解释 说色郎是指 在爱情上有上进心的人 原来我以为是个贬义词 所以看来是个贸义词 今天西门庆 是请一个山西的药材客商 为什么呢 希望这个客商 把这个药材的价格 往下再拉一点 自己从中 好有点转头 此时 这这客商正在 滑水行里 五杯少了六六六 八匹马也低了脸呢 西门庆这会儿 把酒杯端起来 嘿呀朋友 你输了 来来来 我敬你一杯 我敬你一杯 旁边这客商 把酒杯也端起来 我修大发人 你用手好拳发哦 两个人一样 碰着酒桌 五松在赖头上一挑 往中间的人 叫西门大官人 那没错 肯定是仇人西门庆 是潘金莲的人头 咱们说的 何行何礼 有个说出先生 处理这个情节 我觉得这不太合适 说这会儿 新闻庆一看 是潘金莲的脑袋 新闻庆一牙脸 一趁脖子 在半空中 跟潘金莲的人头 还来一k 他知道 进了一个标情大汉 手持利刃 这肯定是五松了 五松要跟他玩命了 他拿着热的亲子 一仰头 他今天这难度 有打到这头上 就飞过去了 打到墙角 又弹回来 在地上一把神 就是一滩血呀 旁边这两个粉头 抱着皮革 正在唱小曲呢 一瞅 血淋一颗人头 吓得尖叫一声 有打五松的两侧 他就跑过去了 那么新闻庆 这伙儿 坐在桌子后 身背后 还有人搭着 一个叫铁顶张欺 一个叫花刺北游四斗 新闻庆 一招手 那一次 该看你们的赶紧上 先过来的 是得铁顶张欺 这小子有点赖牙巴 拉起脸门 不知真减 为什么叫铁顶张欺 铁顶张欺 铁顾风链的胡松 一换就好嘞 怎么着 胡松 你来干什么来的 找西门大官人玩那个人 我告诉你 有我护了西门大官人的 今儿你甭想 胡松手持的高颤呢 你是什么人 我 西门大官人 天神保镖 我 铁顶张欺 这那女神躲开 哼 你还想瞧不起我 我告诉你 我可不怕你 别把我今天 跟你比我 来个空手作刀 胡松哪有时间跟踏实 单独 把高横着那么一扫 冲他的脖子就砍过来了 还别说 这铁顶张欺 摇两下 马上这么一摆身 胡松 飞起一脚 这一条整体的铁顶张欺 这个臀部 斜着四十五度 这人就飞起来 这是三号雅座包尖 旁边是四号 当中这样 是用很薄的 一条木板给搁起来 坐在这个板地墙的时候 这木匠师傅 为脱工减料 咬这么一块 用的还是糟的 今天一看寸的 铁顶张欺 这一斜着飞过来 这脑袋整壮的 糟在这块木板上 咔嚓一声 这身子还在三号 脑袋进了四号 隔小四号 有一个人 正在自贞自己的喝份酒 上午的老婆子搞了一家 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 他说一个人一边喝一边骂 你们什么脑 都什么走才好呢 我什么天天书 这儿书就是咔嚓一声 进一道 他怎么意思 这玩意儿你来了 来的就是朋友 来来来 我敬你一杯 铁顶张欺人的气 没什么的你喝 我这撞起来的 铁顶张欺一昨晚怎么着 我再下去 我咋的不无头吗 我这个比划比划西本大关人 我正在队那几年 干脆我这个事儿掉了 我一会儿战斗结束了 我再下去 这边还有一个呢 叫花刺的游四狗 这小子比铁顶张欺 那个铁顶多 赖着四方步 走到胡宋的面前 胡宋 看来今天你是找西门大关人来寻求的 我是西门大关人贴身的保镖 我叫花刺的游四狗 有我在 你别想送西门大关人半针后包 别看你是打火的英雄 我花刺的游四狗 我可不怕 今天咱们就较量较量 不过要说比武 我现在是赤手通拳 你小礼包很有口闹 咱家这儿弄个手 那可不公平 西门大关人 一再次烧我变客 我先回家 取刀去了 他当当是楼梯的下 西门庆这么一瞧 他妈的 到了关键时子 谁也使不上 胡宋用刀筋 你指 你是西门庆 西门庆恶不孝一声 不错 是我 是你 可不是我家草草 嘿嘿 是我 是你害死我家兄长 嘿 也是我 呀 武松一上户 他飞起一脚 摆八斤桌子 他就踢翻了 举起刀来 奔着西门庆 他就冲过来 西门庆一转身前 把身背后这个椅子抄起来 迎着武松往前就打 武松这刀也倒了 咔咔咔一声 这刀这 把椅子底下这个横掌子 给披抖着这刀尖卡到这几刀面里头 西门庆这会儿把这几刀往旁边一撇 武松这套刀就脱了手了 再来看西门庆往前一进步 左手一晃 虎读头的面分 提有权语 奔着武松太阳去就打过来了 武松往前一挨身 霸狼轴往前一进 奔西门庆的泪铲子 西门庆一个虎作锅 身子往后这么一撤 紧跟着飞起一脚 走武松的礼堂 武松身子往旁边一倒 拿这个胳膊肘 一招这个地板 两条腿往前一探 这是八言权里的一招叫 韩湘子揽握牙床 这两只脚踏上一探 被西门庆的一抄毁 你看这会儿我这扇子叫 西门庆这条腿 武松这只脚往这边使劲 这只脚往这边使劲 都一别扑通一声 西门庆可就摔倒了 其实经就地十八本爬腿之后 可就来到了这窗户边 往下这么一挖 他家往四五米呢 但是后边有武松要杀的 在这逃了 一股身形 跳下狮子楼 撒脚如飞 往前跑 周围这些老百姓 已经听到信 说今天武松楼 要斗不杀西门庆 咱们中华民族有个传统美德 老百姓都好看热闹 这会儿打街上冰起不动 但是西门庆高声喊 闪开闪开 都不过闪开 人群王两色就一分 西门庆撒脚如飞 往前跑 眼瞅着跑到了狮子刀头 猛人间斜死这 就好像变大了一样 靠过了一个人 蹬脚一趟 石桥的栏杆 有刀尽意识 西门庆你往哪里跑 来的正是武松 说武松为什么这么快 就把西门庆给追上了 有三点原因 第一 武松和我一样 一直是处男 这个内里的元气很充足 西门庆从体质上比不了武松 第二 西门庆穿的是圆外金圆外厂 古人长袍大袖 他跑起来 他东风 从远处这么一瞧 就好像一个春花的骨蝶一样 武松是短衣金小打扮 一身造衣 再一个 这就上升到伟大的哲学 自古道斜骨压仗 西门庆 跳起了狮子龙 武松有打了一个仗 把钢刀可就撤出来 一种身形跳上窗台 掌身躯往下跳 武松这个个头比西门庆 可高多了 这一掌身 头上这个方巾就撞到窗里头上 把方巾上的绳子 给震开了 方巾脱了下来 这头发往下一劈 武松往下一路 也在脑子里头想了一个画面 这构图太美了 武松今天是一声造诣 一声黑 散发胚肩 跟一头雄狮相往 手持钢刀游打 半空中飘来的路 跟着雅族杀身下气一翻 接着这三点原因在后边 十几秒钟 就跑到西门庆前头 拦住了西门庆的去路 西门庆周围正一瞧 老百姓这会儿已经围阵比三层败三房了 心中暗想我要是当中 啪了武松了 今后我在杨古县 我还怎么混呢 此时只有拼死一搏 那么武松心里知道 今天要杀西门庆 必须出其不义 攻其不备 用很脆的招数 才能把这根拽上 说到这一道笔书 就是武松上京借拆 半服之中碰见了一个高人 这人叫铁壁周童 有这么一段说叫铁壁周童 月下传刀 用了三天晚上的时间 交给武松一套刀把 叫滚龙刀 今儿个武松头 要用滚龙刀把 斗杀西门庆 想着此处 武松跟刚才这个招式 好像不一样 前腿一封 后腿一封 这叫弓箭墓 右手钻刀 这刀往您这边推跟地面 是平行的 这一只手 你的刀背 刀背冲上 刀是冲上 刀背 这刀背 扮着西门庆 人自同类 戳了 西门庆 第一口一瞅 心中爱喜 现在话说 通说你武松是打虎英雄 看来你这个能耐 也稀松平常 你到底懂不懂刀吧 新门庆 你这刀 笨我戳过来 刀背冲上 刀是冲下 我这两只手 往前一钻 钻住你这个刀背 往旁边 什么意思 给我的飞起地点好 你武松 胳膊在肠 能有我腿肠吗 我这一踹你 你自然就往后退 你往后一退 你这刀就剁了手 就到了我西门庆的手里头 今儿个就不是你武松要杀了西门庆 是我西门庆要杀你武松了 眼瞅这手刀 抓过来了 离西门庆的凶手还有一扎远 西门庆心中爱想 此时不动手 更待何时 伸出两只手的刺上而下 嘿 往下就金钻 西门庆这个手 离武松这手刀 还差一九三一儿 就在这会儿 猛然间武都头这个招式 就变了 见武松 把这个左手 扭打这个刀背上 挪去 紧跟着右手一翻半的 啪 这刀刃怎么一转 刀刃翻过来冲上刀背 冲下 这么一滚 耳听得哀呀呀一声惨叫 红光光炫 西门庆 这十个手指了 下来拔着 这两个没碰到 实质连心呢 疼得西门庆挖着人家 再看武松 刚才是弓箭坡这时候 拍掉我 这叫四平马 这只手 犹大利将往上 一翻去过头领 这手功夫就源头坠之 这手刀就好像 斜身处了一个 树的支探 武松自闭源头 紧援着 这刀斜巾在背 往下移过 砍到西门庆的身上 西门庆惨叫一声 是应声而倒 购奔封都城 投胎任务去了 西门出去颠寿 见上地下 紧张着反手一刀 把西门庆人头砍下 犹大利 酒楼上 把嫂子 攀金来的人头 取下来 这一队 尖俗淫妇 人头发短 记得一处 腾腾腾 麦大铺 重新 走上狮子桥 单腿打扇 往地上衣柜 手持 钢刀 往这球面上一戳 眼望 潭空 是双目横内 我哪个 你再听 阴灵不叹 你看见他 这一队 尖俗淫妇 你被小弟杀 你在九泉局下 也总可以 鸣雇了吧 说完这句话 五渡头 站起身角 抹去眼角的内门 掉转身去 走下石桥 要到县衙 投案自首 武松被你投案 不要紧 才引出一段 五渡头 发配孟州城 英雄相会十字波 快和领 武松三腰 最大 奖门身